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 我是包雷 今天是2021年5月18号星期二 农历4月初期 好我们先来关注疫情情况 5月17号下午 沈阳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37场新闻发布会 2021年5月16日15时至17日19时 沈阳市报告新增两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已转入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5月15日零时至17日19时 沈阳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 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精神状态良好 按照科学划定 精准管控要求 目前我是以划定中风险地区一个 为和平区文艺路 一元小区 截至目前 沈阳市已排查出确诊病例 在审的密切接触者104人 次密切接触者101人 上述205人均已全部实施隔离医学观察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新增两例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正在排查中 关于沈阳新增的这两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详情如下 3号患者A女家住沈阳市和平区南宁南街80号顺天小区 系沈阳5月16号报告的本土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曾到过病例家中 16号作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被送至市级医学观察点集中隔离 17号11时经市起控中心报告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目前该患者已转入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4号患者女家住沈阳市渔洪区碧桂园繁华里小区和渔洪区阳光100小区 曾于5月1号一家三口自驾前往迎口市霸鱼圈旅游 当晚入住万科海港城 5月3号入住望儿山温泉酒店 5月4号自驾反审 作为霸鱼圈反审重点人群 5月16号19时 在浑南区应急检测中心进行主动核酸筛查 5月17号8时报告其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13时30分经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 报告结果为阳性 目前该患者已转入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经省级医疗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近日 沈阳圣经医院发布最新的门急诊及发热门诊患者须知 最近14天内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 未觉丧失者不明原因腹泻乏力或周身不适患者 冷链相关从业人员近21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使人员 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血清抗体阳性者 境外返审不足21天人员 隔离管控人员 寄网新冠病毒感染者等需经发热预检分诊处排查 每诊患者及家属需持三天内核酸检测报告 实名制全预约挂号 就诊全程务必正确佩戴口罩 还有住院患者需知 凭诊住院患者办理入院需提供7日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同时结合病人具体情况 完成新冠病毒筛查的其他检查检测项目 住院期间原则不设陪护 因病情需要的一换一陪护 陪护人员无特殊原因不得更换 陪护期间不得外出且谢绝探视 另外呢 沈阳站 沈阳北站 沈阳南站现行防疫规定 按照沈阳市最新疫情防控要求 旅客需凭辽氏通健康码或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色近站乘车 中高风险地区无绿色行程码的旅客 需持三日内核酸检测证明 车站在每个近站口设有核验健康码通道 老年人及拖网群体登记桌 方便旅客出行 相关政策及列车开行情况 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12306铁路官网和车站最新公告 昨天也就是5月17号 辽宁营口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营口市警控中心副主任李延在发布会上通报 截至到5月17号19时 营口市共有确诊病例9例 无症状感染者5例 5月17号零时至19时 辽宁营口市新增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患者曾到金色童年摄影基地取照片 停留30分钟 5月16号经霸于全区中心医院核酸检测 结果呈阳性 随即转运至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进一步诊断治疗 5月17号经省市专家组会诊 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 5月16号发布 关于营口市霸鱼圈区新冠肺炎疫情 问责情况的通报 营口市霸鱼圈区近日发生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 经有关部门和卫健执法机构调查 查明存在首诊责任不落实 监管履职不利等问题 有关问责情况通报如下 1. 给予霸鱼圈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区长孟新借面谈话 给予李鸿洋政务记过处分 免去其霸鱼圈区政府副区长职务 给予霸鱼圈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 局长徐英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霸鱼圈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孙立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孙兆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其霸鱼圈区卫生健康局医政科科长职务 给予七中立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其霸鱼圈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中心主任职务 给予霸鱼圈区熊岳镇副镇长毛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 给予银口市政府副市长金丽戒免谈话 给予银口市卫生健康委主任王诚诚戒免谈话 给予银口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杰证务警告处分 给予银口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主任汤晓慧 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银口市卫生健康委医政管理科科长李艳丽 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银口市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管科科长田盈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银口市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副主任宋福强党内警告处分 3. 给予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宋良伟借免谈话 此外 对其他相关责任人也都做了相应问责处理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已对李波诊所欲以关停 吊销李波职业证书 接下来了解更多省内新闻一起走进百秒辽宁 沈阳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又新增五个一键市网上办理 申请人只需登陆沈阳政务服务APP 点击公积金提取一键市 即可进行办理包含租房提取 提取偿还贷款 退休销户等高频事项 今年 营口市对主城区各处腾退土地 边角地 废弃地 裸露地 三不管地进行了全面排查 在确准其土地全属 规划 可操作性后 共选出一百处拟建口袋公园 5月16号下午 由大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 我心中的中国共产党大连市民演讲大赛决赛 在大连博物馆上演了巅峰对决 因疫情防恐要求 大赛升级开通了线上直播渠道 为观察落实省语言文字应用中心疫情防控要求 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阻断疫情传播 经研究暂定原定于5月24日至27日进行的 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 具体恢复测试时间将是疫情控制情况另行通知 详情请关注沈阳市教育局官方网站 和沈阳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 备受关注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近日公布了 数据显示呢 我国男性比女性的人口多出3490万人 于是就有人开始担心 这小伙子找对象将出现困难 搞不好啊 会有3000万男性打光棍 昨天呢 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这种解读啊 并不科学 性别构成要分年龄段来看 从20岁到40岁这一主要婚育年龄段呢 男性比女性是多出1700多万人 婚恋还受到年龄 地域 教育水平 家庭因素 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而且呢 从新生人口看 我国性别比已经在 逐步的改善 找对象的时候啊 这心里装着唯一的一就够了 3000多万这事 咱就别想吧 快到520了 最近几年呢 5月20号成了结婚登记的好日子 当天民政局的门都要被挤破了 前两天 贵州凯里市政府服务中心发通知称 520当天呢 延长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 并且暂停办理离婚登记 此举遭到热议 结婚的人多了 离婚的就得让路吗 这民政部门啊 不应该轻率的停掉部分职能工作 随后凯里市政府服务中心发布 致歉声明 说此安排考虑欠妥 给社会大众带来了不良影响和不便 在此我们深表歉意 并重新调整了520当天的工作安排 520当天登记结婚 除了几啊 我觉得和平常也没有什么太不一样啊 把我爱你写进每一天的岁月里 我觉得那才叫幸福 近日江苏常州的张女士报警称 自己的早餐店被盗了 门锁被撬 店里的零钱也不见了 警方通过监控发现了嫌疑人 男性盗窃之后离开时 沉重的双肩包 把她的腰都给压弯了 店主张女士从不把贵重的物品放在店里 嫌疑人见无力可图 只好偷走了店里放的五六十斤硬币 随后呢 虞某被抓 民警清点一个多小时 之后确认 赃款共有4500余美硬币 价值2700余元 别人的血汗钱背在肩上 沉甸甸的把脚踏实地 做点有分量 有价值的事情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3月17号 江苏泰州市民陈先生 在网友潘总的介绍下 加入到了一个彩票微信群 局里的专家称 只要你交会员费 就可以得到澳门香港六合彩 开奖的内幕消息 他先后交了一个600元 还有一个2388 之后对方没有给他任何内幕消息 把他拉黑了 接到报案后 海陵警方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 开展研判 发现所谓的专家背后 是一个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该团伙的落脚点在福建漳州 4月7号 专案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抓获了5名犯的嫌疑人 经过了解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懂六合彩玩法 所谓的专家和内幕消息 都是假的 最终目的就是骗钱 从抖音快手 这些热门的短视频软件里面 找六合彩的相关信息 然后里面有很多人 关注六合彩 就找那些关注六合彩的人 然后加他们微信 把他们拉到群里面 经过初步统计 该诈骗团伙 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俗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4月20号 沈阳市公安局铁锡分局 赌工派出所 接到辖区那一家 照相馆老板的报警 说当天早上到店的时候 发现店门敞开 照相机 镜头 平板 电脑等多件贵重物品 堆失 总价值约25万元 接到报警后 铁锡分局立即组织开展 案件侦破工作 我们发现这个门锁 并不是被敲压的 而且玻璃门也没被打碎 是直接进入太平家店里的 然后 而且目的非常明显 直接搬二楼的相机柜 并没有 造成这个其他的设备的一些 翻动啊 损坏啊 美警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周边视频发现 前一天晚上10点多 一名身穿黑色衣服 背着黑包的男子 从案发现场经过 并在不久后 呈出租车离开 照相馆老板一看着人 懵了 这不是以前的店员 陈某某吗 4月21日晚上7点多 民警在某写字楼内 将陈某某抓获 并在其家中查获被盗物品 经询问 犯罪协议人陈某某 对盗窃照相机 及镜头等物品的事实 公认不讳 据陈某某交代 他曾经在被害人的照相馆上班 留有电门钥匙 因最近加入了一个炒股群 需要大量资金 于是到店内将相机和镜头等物品 偷走后准备变卖 还没等他将赃物卖出 警察就把他抓个正着 目前 陈某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月15号下午2点多 一名旅友在丹东登山时 被滚石砸中 导致骨折被困 丹东凤华街消防救援站 6名消防员火速前往救援 在凤凰山北坡山脚下 消防员确定了被困者的方位后 在向导的带领下 携带救援装备上山 有些地方过于陡峭 消防员就利用绳索向上攀爬 一小时50分钟后 消防员找到被困者 被困者年龄在50岁上下 右小腿已经骨折 据了解 他们一行20多人 组成旅友团 当天早上从府顺坐大巴 到凤凰山 为了增加野趣和刺激 一行人没走寻常路 哪知山路太险 一名成员被滑落的石头砸中腿部 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员把伤员腿部进行了固定 搬运上担架 利用保温膜做好保暖措施 将伤员牢牢地固定在担架上 开始下山 下午4点46分 下山的消防员 与丹东市消防救援支队 山岳救援专业队 在半山腰会合 把伤员转移到专业的 山岳救援单架上 对骨折伤处进行了更好的固定 减少二次伤害 此时黑夜悄悄降临 救援人员先找好站位 利用人传人的方式 将被救者缓慢向前移动 经过6个小时的救援 当天晚上8点20分 被困旅友成功脱险 被送到医院 又是一年藏羚羊迁徙记 从5月份开始 来自青海三江园 新疆二金山 西藏羌唐等地的藏羚羊 陆续向可可西里附地进发 开启一年一度的迁徙缠载之旅 8月母藏羚羊带着年幼的小藏羚羊 回迁返回各自的栖息地 多年来通过对藏羚羊 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的保护 目前可可西里藏羚羊的 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7万多只 下面呢 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可可西里去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可可西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武道良保护站 这里是藏羚羊迁徙的主要通道之一 在5月2号下午 武道良保护站监测到 今年首批235只藏羚羊 通过青藏公路3002公里处 向可可西里附地迁徙 那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它们天性胆小 特别是在迁徙途中的藏羚羊 对周围的人类活动和天敌极为敏感 那么为了保证我们这次的拍摄 不会干扰到藏羚羊的迁徙 我们始终和羊群保持着一公里的距离 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迁徙羊群已经到达了公路旁 通过目测观察 这群藏羚羊的数量在70只左右 那藏羚羊通过公路前 非常的谨慎警惕 在领头羊的带领下 他们先是在公路旁反复徘徊 仔细观察 确认安全后 领头羊才会带领羊群 小心翼翼的通过公路 那藏羚羊的奔跑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 但是在穿越这条 只有10米宽的清造公路时 他们往往放慢脚步 耗时十几分钟 甚至几个小时 那为了做好藏羚羊 迁徙缠载期间的保驾护航工作 可可心理管理处部署 以五道梁保护站为主的 各基层保护站 采取暂时交通管制 禁止鸣笛 寻护救助等措施 让迁徙的藏羚羊 安全通过公路 保证藏羚羊 在迁徙途中 不受或减少人类的干扰 同时呢 可可心理管理处要求 各保护站全面掌握 藏羚羊产载期间的动态情况 对迁徙时间 迁徙数量 及相关数据 做好详细的监测和统计 湖南岳阳23岁的小伙李舟 两年前捐献造血干细胞 完成了一位白血病女孩的生命 而这次捐献经历 还让她收获了爱情 对方正式负责照顾她的护士何清 今年一月 两人正式领证了 不久前 刚刚举办了婚礼 我们的认识很奇特 当初是在医院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过程当中认识的 正是因为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 而且我还遇上了爱情 就是牵起了这位白衣天使的时候 想起来真的有蛮幸运的 我跟我妻子微信高得白 她还是比较犹豫 我照顾她多一些 作为护士的家属 深刻体会到他们医护工作者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如果在医院就诊的时候 能对他们医护工作者多一些理解 罗丹曾经说过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你的眼神 在很多人的眼里 梅菌往往和腐烂丑陋联系在一起 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健康隐患 但是在俄罗斯艺术生 达里亚·费多罗瓦的眼中 梅菌有着自己独特的美 它也用独特的艺术方式 为人们展现出了 梅菌世界的神奇和缤纷 24岁的达里亚·费多罗瓦 目前就多于莫斯科艺术学院 对她来说 梅菌不仅美丽迷人 而且拥有无尽的艺术可能 达里亚通过培养敏 培养各种梅菌 加入不同的颜料后 培养敏就变成了画布 在这些梅菌长成不同形态和颜色后 达里亚就为他们拍下照片 这些色彩斑斓的图案 看上去仿佛奇幻世界 利用这个非凡创意 达里亚设计出了一系列精美的衍生产品 包括服装 艺术化 明星片等等 并销往全球各地 她的作品还经常在公共场所展出 这不 现在在莫斯科的一家酒吧里 就能见到她的梅菌罩 达里亚并不是唯一对梅菌着迷的人 2015年 网络社区 妈妈 我培养了梅菌 就出现在了社交平台上 时至今日 社区成员已经超过了8万名 大家纷纷挖掘家中发梅的物品 拍摄美照 上传分享 展示自己眼中不同的美丽 那本周呢 给大家推荐一款甜糯玉米 玉米呢 在咱们东北也叫苞米 一说到玉米 大家都太熟悉了 每天不用下楼就能听见外面吆喝 苞米 热乎苞米 心乎的苞米 这不仅在东北啊 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都是随处可见的 而且男女老少都爱吃 这个煮玉米呢 可谓是一款全民喜爱的美食 而提到这煮玉米啊 咱们吃到的都知道 吃着好吃啊 还得是糯玉米 与普通的玉米相比呢 口感更加的软糯 吃着也更有嚼劲 但是还不黏牙 还有点微微的甜味 东北的老铁们听不听过这样一句话 包米蕾 叶湖年包米 对咯 作为东北人呢 有一个特别骄傲的东西就是年包米 没有东北这么好的黑土地啊 都培育不出这么优秀的年包米 我手里这个呢 就是雪诺二号 是这个东北黑土地培育出来特别优秀的品种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赵州县 辽阔的黑土地就是当地人的骄傲 在温暖湿润的夏季 植物生长茂盛 到了秋末霜期 残枝落叶在地上来不及分解 等到来年夏季气温升高 就形成了丰富的腐植质 为土地提供了最好的养分 如此形成的黑土 让这里种啥啥丰收 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年包米 一年一数 每一岁都吸饱了天然的养分 这个出来以后 尺码统一尺码 18厘米 选择就是那个玉米非常饱满的 饱满中程度好的 咱们都按这个尺码 然后进行正宫包装 对对对 就是都是人工筛选 对对 人工筛选 然后120度高温 120度进行高温杀剧一个小时 作为东北人 粽子必须要甜 苞米必须得黏 粒粒金黄 磕磕饱满的雪糯二号 一口下去 就能让你感受到什么 叫真正的黏火 一秒回到小时候 热气腾腾的灶台前 阴晕水气和甜甜香气 满是回忆里家乡的味道 大家看啊 这个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它有一个特别显著的优点 我给大家走一圈看一看 哇 这是高温 这是高温 这太厉害了 哇 这个真厉害 好快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啃完之后这个包米啊 轴特别的细 所以说呢 这个是磕磕粒大饱满 在嘴里呢 软软糯糯的 特别的香甜 而且啊 我吃了这么多啊 现在甜味在我整个口腔里打转 直到现在 黑龙江省大庆市赵州县的农户们 依然坚持传统的玉米种植 收割方式 每一碎玉米在生长的过程中 吸收着自然的阳光雨露 不采用任何农药 蓬大剂 抢收后的玉米 马上就被送到生产车间 牢牢锁住玉米的新鲜与营养 这种玉米跟就是鲜玉米 蒸出来的口感是一样的 这个里边有没有做一个什么添加呀 没有没有 没有任何添加 就是煮熟的 对对高温 就是啥呢 通过这个蒸炉 没有任何添加剂 第一 担保热茶不增添什么防腐剂啥等等 一系列啥都没有 现在日子好了 大伙天天吃细凉 适当吃点粗凉 才能保持膳食均衡 整一串飞转基因的血糯二号 营养刚刚的 玉米呢 有一个特别响亮的称号 叫做黄金作物 为啥这名字这么牛呢 就是因为它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 玉米里的维生素含量呢 是水稻和小麦的五到十倍 所以呢 特别适合家里的小孩吃 而且呢 它这个口感呢 是软糯香甜的 所以呢 老人也是特别适合吃的 大家如果家里啊 早上的时候不爱做早饭 可以拿到咱们这个玉米之后啊 这种速封包装 拆开之后呢 在蒸锅里或者煮锅里 蒸煮十到十五分钟 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 就可以完成了 咱们说到玉米呢 这款玉米是产自黑龙江大庆市 赵庆县的 因为其气候环境独特 再加上是黑土地 用庄家人的话说就是厚劲足 玉米长的是粒粒饱满 富含有机物 软糯香甜 而且呢 越用传统的方式种植收割 没有农药 蓬大素 经过严格的人工挑选的玉米棒呢 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经过了换洗和高温的灭菌之后 再进行真空包装 不加甜味剂 自然健康香甜 玉米富含丰富的青花素 花青素 膳食纤维 维生素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孕妇老人 儿童都适合 不想错过这口的 就赶紧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北斗荣媒的微信公众号 正宗的东北甜糯玉米 营养好物吃起来 那咱们说到吃 我们都知道 得合理饮食 杜绝浪费 可是浪费严重 误导观众的大卫王吃播 现在还是屡禁不止 最近甚至出现了 海量王 好饮王等名词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去年8月份 大卫王吃播秀 因假吃 催吐 浪费严重 宣扬量大多吃等不良影响 被点名 各大视频平台 也加强对吃播类节目的审核 下架了一批大卫王视频 但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不少博主已经去掉了大卫王的称号 但一些胡吃海喝的视频依然存在 请问这20个汉毛 你是一个人打算吃完吗 对 全部都吃完 对 全部都吃完 除了录制短视频 有的主播甚至直接开启了直播 一名穿黑色衣服的主播 正一边吃着盘子里的肉 一边在直播间里带货 期间还有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商品 你看我们边玩边卖货多开心呢 看着节目买这货多开心呢 对不对 我这好像红烧大流快呀 有的餐厅还借助大卫王的噱头 推出了免单挑战 在规定的时间内 吃完套餐就能够免单 然而通常这些套餐分量很大 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很容易就造成食物浪费 一个视频博主在参加挑战时 吃了不到一半就已经吃不下了 真的吃不下了 哇塞 总共加上汽水的话是三斤多的东西啊 你看一下我这里剩的还不止一半 如果硬要我再憋下去的话 我估计我都要吐了 记者调查发现 改头换面的大卫王并没有销声匿迹 浪费严重误导消费者的现象依然存在 随后记者向短视频平台反馈了这些情况 之前不是说那些大卫王的视频已经下架了吗 不太了解这些一个情况先生 那你们不审核吗平时 我们都会去多重审核机制下的一个结果先生 那为什么审核之后 你们还让这些视频上来呢 不是很了解这些主播的一个具体情况先生 如果平台对自己的主播都不了解 那这个平台真的是值得一万了 还是跟持有关 据河北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 每年五月到八月 河北沿海可能发生赤潮 也就是贝类 因为赤潮中有毒的藻类而积蓄毒性 消费者食用之后呢 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 建议广大群众在赤潮毒素爆发高峰期 不要裁补和购买食用野生的贝类 在食用其他贝类海鲜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除内脏食用 而且不宜食用过多 一旦食用毛寒海红等贝类呢 容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和腹部脚痛 以及四肢肌肉麻痹等症状 如果吃多了出现这种症状之后啊 咱们还是要赶紧到医院就医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7号公布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记录到1400万亿电子伏特的加码光子 这是人类迄今观测到的最高能量光子 有助于进一步解开宇宙线的奥秘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8.67万所 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处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在校生5564.45万人 占比接近五分之一 数据显示 4月份商品零售两年平均同比增长 4.8% 与一到四月份持平 其中 网上零售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一到四月份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两年平均同比增长15.6% 比一到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同时 实体店零售两年平均增速 也比上月有所加快 在商品消费恢复的同时 服务消费也保持恢复 4月份餐饮收入两年平均同比增长0.4% 巴西目前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已超过1500万例 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圣保罗州是巴西疫情的重灾区 该州的经济更是受疫情影响深重 疫情期间 一些新的贫民窟正在涌现 据巴西官方发布的数据 2019年12月 圣保罗市有超过33,000个家庭无家可归 分析人士认为 如今这一数字要高得多 韩联社报道 受芯片库存不足影响 韩国现代汽车和起压汽车的多条生产线 从当地时间17号起 被迫停产两天 现代汽车近期因芯片荒 已多次被迫停产 起压汽车则是首次停产 印度气象局17号称 热带气旋陶特已经从非常严重级别 上称为极其严重级别 据当地媒体的不完全统计 气旋带来的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 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据印度媒体分析 恶劣天气将导致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系统受损 交通运输也将受到影响 这可能让氧气供应短期问题再度恶化 此外 恶劣天气还可能导致多地疫苗接种工作中断 5月12号晚8时40分 四川卢州云龙机场一客运航班在华珠机位后又紧急划回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当晚8点40 由卢州云龙机场飞往珠海的南航CZ8702次航班 在华出机位后正式进入起飞序列 不料客舱内一名老年女性乘客突发不适 情况十分紧急 同行的家属立即向机组人员反应 老人是一位癌症患者 返回珠海当天刚刚做完放疗手术 按照医嘱当天晚上21点必须服用相关药物 但是因为在登机的时候把服药的事忘了 随生携带的药品也放进了行李箱办理了托运 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立刻把货桑打开 然后把这个药取出来之后 给这个病人来吃 因为比较紧急 当时已经是8点45了 但是他9点之前必须要把药吃上 机组立即通知机场塔台 塔台决定延误起飞时间 先划回停机位并联系地面 为保证发病旅客按时服药 机场地面服务部 廊桥 安检 配载 行间等七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前往现场紧急处理 需要在大量的一个托运行李的当中 去寻找到这一份一个托运行李 准确地寻找到 所以当时我们是增派了三名选手 就直接进入到货舱里面 然后快速地来找到这个旅客的托运信息 然后完了第一时间再把它送到咱们的舱门口来 经过近十分钟的紧急联动 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患病旅客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内服用了药物 病情也基本稳定 21点07分 南航CZ8702次航班再次滑出停机位 顺利起飞 此次突发的紧急情况造成航班延误 但是当天该航班舱内的所有乘客没有任何怨言 旅客得知这个情况下的话都还是非常的理解和支持 然后也配合咱们机组也好 还有地面服务人员也好开展整个工作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提出任何的意义 然后并且在后来的一些信息反馈当中了解到 就是该航班的这些旅客 而且人数非常多 他们不但没有觉得我们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耽误了他们的出行 然后还为机场以及机组航空公司的这种非常及时的 然后完了以旅客的需求为出发的这种联动的响应 感到非常的认可 在这里我们也要为机组人员和卢州云龙机场将旅客生命安全置于首位 合力相助之举点一个大大的赞 拇指呢每天在智能手机的屏幕上来回的滑动 一年下来运动量有多大呢 英国一家市场营销机构估算单单浏览社交媒体 拇指每年能跑出将近两个马拉松 据估算英国成年人人均每天耗费大约49分钟浏览社交媒体 其中大约92%的浏览在手机等移动端完成 相当于每天大约45分钟 按移动端屏幕对角线长大约25厘米 每滑动一次屏幕需要大约3秒钟估算 一天下来拇指在屏幕上滑动将近229米 一年下来累计滑动超过83公里 而一场马拉松前程将近42.2公里 医学人士指出 过度使用手机可能导致拇指疼痛 甚至发炎出现手机手 屏幕越小对拇指损伤长越大 为了避免这种伤害 专家建议尽量减少使用手机 多用食指等手指代替拇拇指打字 多使用语音功能 以及每天做腕部和手指拉伸等 现在的汽车越来越高级 科技感十足 以至于汽车的用户在一堆按钮面前犯迷糊 最近大连一名女子换了辆高配版新车 功能眼花缭乱 女子本来就是新手司机 对车又不太了解 又入手了这辆高级货 很多功能不会用 一时间无从下手 于是她给车上的每个按钮都贴上标签 方便记忆 说是记熟了就摘掉 不会影响驾驶 那就原地学明白在上路吧 毕竟一边驾驶一边按图锁记太危险了 就冲着较真学习的态度 这女子肯定是个好学生 八岁的沈阳女孩陈海彤 是个有攀爬天赋的小姑娘 一段十秒内攀爬十二米岩壁的视频 让她成为网友口中会飞的女孩 彤彤从小就好动 五岁半开始接触攀岩 就爱上了这个项目 六岁半开始接受专业训练 成绩突出 飞岩走壁如履平地 当然好成绩是靠天赋家努力实现的 每周训练三次 每次三个小时 小姑娘手上磨出一层茧子 但她从不说累 她梦想成为攀岩运动员 有梦为灯 执着向前吧 晚高峰遇上信号灯失灵 一个赌字都难以形容 前几天 贵州村医一个十字路口就发生了 因红绿灯失灵而导致的交通瘫痪 刚好被下班途中的民警罗云赶上了 水泄不通的交通状况需要疏导 罗云主动出示证件 料宁身份 在横七竖八的堵车混乱中指挥调动 罗云说 自己完全是出于一种职业感 直接就下车干活了 有麻烦 别怕 有警察 意大利罗马的野猪似乎成精了 直到跑到超市门口觅食 最近 一名女子在超市停车场 被一群野猪包围 并打击了刚买的食物 四头成年野猪带着两只猪仔围住它 女子试图坐进车内 但很快购物袋就被野猪撕破 食物掉在地上 野猪们围着吃了起来 吃完食物 野猪一家子扬长而去 疫情期间 意大利的野猪目击事件持续上升 居民们报告说 他们的花园和垃圾箱附近 都出现过寻找食物的野猪 让人担忧 接着呢 iPander频道发布了一条熊猫的视频 视频中呢 有众多的熊猫宝宝集体出动 走过路过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这猛仔集体出街的时刻 我是行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有众多的熊猫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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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快起来 乱点 不得吃飞 稍后咱去气球好吗 我们的 小狗不带走 快点吧 自己带走 可能 小狗不带走 快走